咱们再来看一道关于整除的例题 这个题说如果一个整数n是能被12整除的话 那么以下哪一项一定是对的 整除问题都是质因子分解的问题 所以如果n能被12整除 说明n里面至少含有两个2和一个3 对吧 所以你就要看以下哪一个情况 能保证n除的这个数也是最多有两个2和一个3的 因为通过条件我只能保证n里面有这个情况 那如果除的这个东西比这个数字还要多的话 那自然就不能保证是整数了 对不对 所以选项a6是由一个2和一个3构成的 所以a肯定可以考虑 b的话9是由两个3构成的 而n里面不一定有两个3 所以b肯定不对 c15是由3跟5构成的 n里面没有5或者不一定有5 所以c也不对 d的话9是由两个3构成的 而你在n的前面只补了一个2 2里是不可能有3的 所以d也肯定不对 e的话 15是由3跟5来构成的 纵然你在n前面补了一个3 那3可以约掉了 但是5n里面依然不一定有 所以e也肯定不对 答案是ea选项 1个3构成的 1个3构成的